照片裡戴著眼鏡的男子 疑似喝醉酒正在尿尿 你沒看錯地點在高鐵的車廂裡 南下295車次 男子對著放置行李去解放 安靜的車廂裡 先是傳來莫名的水流聲 再來飄出味道 同車旅客大傻眼 人酒醒之後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自己會這麼做 事發突然車廂清潔人員 戴起手套噴灑酒精盲消毒 一旁的旅客趕緊閃避 高鐵尿尿的照片PO上網 網友直呼太離譜了 沒差幾步就到廁所 這行為完全沒水準可言 受害行李基本上毀了 有網友質疑酒醉怎麼可以上高鐵 應該把這類人列為聚在黑名單 高鐵回應已經針對該區域重複消毒 當時也詢問旅客是否需要更換座位 但目前為止沒有旅客反應 針對行李箱遭到污染 要賠償的事宜 至於喝醉酒的旅客 依規定可以搭高鐵 但是高鐵保留聚在的權利 高鐵不願透露是否有聚在黑名單 但民眾心中都有奧卡名單 鞋子就會脫掉 然後就直接坐在椅子上 然後就有點惡心 流汗流汗臭 然後把鞋子脫掉 對 很怕這種乘客 現在人手一機 凡錯過必留痕跡 離譜行進 當心後悔莫及 記者文玉平黃天耀台北報導